朋友们如果提到MPV车型 无论是家用还是商用 永远都绕不开一台车 那就是别克J18 你有没有听说过就是在高速路上 无论你开多快 你身边都会有一台J18从你身边驶过 亦或者是800里 夹吉宋公章的这种流言蜚语 不重要了 那从第一代车型到目前第五代车型 已经经受住了180万人的喜爱 所以这台车 它肯定是咱们的国人最喜欢的一台MPV车型 那这台车呢 如今也是推出了一台插混版车型 就是我身边这台 别克J18路尊PF车型 今天咱们就来好好体验一下它 这台车目前只推出了一个版本的 就是艾维亚车型 但是大家也可以看到 它虽然是J18路尊 但是它的整体造型和燃油版车型 还是做出了很大区分的 如果你单看这个前脸 会不会和他们家MPV老大哥 旗舰车型世纪特别像呢 确实 但是呢 它的大灯造型确实和世纪还是有一点区别的 上方呢是一个贯穿式的日间行车灯 下方这个大嘴波澜起伏 而且呢艾维亚车型全车遍布了那种太阳光一照就能 不灵不灵发光的银色镀铬装饰 也确实非常尊贵 同时呢我们刚好拿到这台车是一个全系的顶配车型 是个六座版车型而且也是艾维亚专属的这个蓝色配色确实非常好看很优雅 而车尾的设计呢也是一个贯穿式的尾灯造型和前面的日间行车灯也是形成了很好的呼应 那么外观其实对于这台车来说不重要 重点是在内饰和它的动力那我们接下来就进入车内看看它的内饰 因为这次它在细节上也有很多变化 OK那咱们来到车内啊 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中路台上这个30寸6K分辨率的IMAX大连屏 而且它还是有这个曲率的 同时呢车机系统内部它也是搭载了8155的车机芯片 可以支持OTA升级也可以支持手机互联 很多在线应用它也都是可以通过车内的这个应用商店来进行下载 功能性上都是非常强大的 另外一点就是整台车它在这次升级灯中还是有很多细节上的设计 比如说它这个中路台下方这个位置 它是一个隐藏式的空调出风口 并且还是采用这种金属拉丝的面板材质 分威灯打到上面就有一种流光溢彩的感觉 当然在着车或者锁车的时候 它都会有这种呼吸灯的效应 非常具有氛围感 而它的下方呢是一个手机物线充电 并且还有这种储槽 储槽内部有支持香氛的这个选装功能 当然了这些都不是重点 重点在中间这个位中央附属箱 它可以支持前后移动 而中央附属箱打开呢 它也是可以分成两侧来进行开关 而中央附属箱内部呢 是一个570升的冷暖箱 然后呢这个功能是需要去花钱选装的 只不过我们这台顶背车型 它把能选装的都选装而已 其次呢就是这个装央附属箱 它是可以支持前后移动的 那一下它就能够自动往后 然后也可以自动往前 那往后了之后呢 也可以方便后排 也就第二排乘客使用 同时当你在停车的时候遇到了 这边靠墙太近的话 你也可以把它挪到后边去 这样你就可以方便从副驾来下车 是一个非常方便和非常便捷的功能 OK那么前排大致是这样 咱们接下来去第二排 因为后排是这台车最重要的地方 那我们在进入第二排之前啊 我们先要来说一个重点项目 就是这台车 它因为是一个插电式混动车型 那它的电池呢 是布局在整个车辆底盘的下方 和油箱是分开布局的 但它是并行的 所以这台车相当于是在底盘 底下加了一部电池组 但是呢它的这个地台呢 是分两级 第一级台阶呢是410毫米 那对于老年人和小孩来说 不算高 那第二级台阶呢是465毫米 那如果像我这样的成年人 直接一步卖上来 也是非常方便的 所以两级台阶的设计 对于咱们日常的使用来说 是有很大便利性的 并且这还有扶手 你卖第一节台阶的时候 直接一手拉住 来上车 其实还是很舒适的 那现在呢 这台车是把第二排座椅调到了 最靠后 并且是个六座布局 那我个人是比较推荐六座布局的 因为中间是一个比较方便进入第三排乘客的通道 然后呢 后边两个座椅也是独立的座椅 所以呢 无论是三排乘客坐在哪个位置 都会有一个非常好的独立的乘坐感受 我们把门关一下 来说一下第二排的变化 关上门之后 你就会发现第二排还是配备了隐私遮阳帘的 包括第三排座椅的窗户上 也是配备了隐私遮阳帘的 所以后两排乘客 每一个位置都能有个很好的隐私保护 那重点来了 现在MPV车型中 重点的冰箱彩垫大沙发 冰箱有了 接下来就是上方的大彩垫 正在为您打开后舱智慧屏 后舱智慧屏 15.6英寸 但是呢 重点说一下 这个东西它不是标配 每一个配置车型都需要花钱去选装 所以如果你需要这个东西的话 我觉得可以花钱去选装一下 也没什么问题 主要是因为它能够支持非常多的应用功能 包括在线的APP i7都可以通过这个地方来下载 同时呢 它也可以支持非常丰富的投屏功能 无论是iPhone手机 或者是安卓的每一款主流手机 它都是可以支持投屏功能的 所以功能性还是很强大的 另外点 它就是可以支持 阳光器来调节 触屏调节 甚至说语音的功能调节 都是非常便利的 所以冰箱彩电都有了 那第三点就是大沙发 那这次呢 这台J8陆尊PH车型 对于第二排的座椅有了很大的升级 无论它的表面材质也好 还是它内部填充的海绵来说 都是有了很多的提升点 并且呢 第二排座椅 它是支持通风加热 以及按摩功能 按摩功能连前排座椅都不支持 所以后排 也就是第二排座椅 应该是整台车最享受 最舒适的地方 也就是你最重要的家人 以及你的合作伙伴 或者你自己乘坐的位置 那最后一点就是 这个车它所采用的地毯 13毫米 来自澳洲的羊绒地毯 原装直接开孔 你调动座椅的时候 它都是符合它这个 每个滑轨的位置的 所以不用练习它 直接采上去 就非常的舒适这种脚感 如果它不是个地毯 的话我甚至都想坐在地上 当然了这台车 还有很多小细节的 比如说 右侧电滑门下方 会有一个迎宾的光毯 当你开门的时候 它会打出Avenir这个光毯 非常的具有专属感 很尊贵 第二点就是这台车 前后排都支持 无线充电功能 后排的这个位置在这 然后第三点 前排的两个座椅 后方都是配备了小桌板 无论是家用还是商用 都非常的便利 第四一点 就是这台车 它的全车 前后玻璃 都是采用了双层夹胶的 甚至说A柱下方的两个小三角窗 都是支持双层夹胶玻璃的 所以这台车会有一个非常好的静谧体验 并且可以发挥出很好的Pose影响的感受 OK那么静态体验就说这么多 接下来咱们把它开起来感受一下它的动态 OK那么重点来了 这次GL8路尊插混车型是采用了1.5T的四缸污轮增压发动机加电机组成的一套插电式混合动力系统 综合最大马力达到了397匹580牛米 那在动力方面对于这台GL8车型来说已经有了很大的提升了 因为目前在售的GL8包括世纪都是采用了2.0T发动机237匹马力 那这么一听的话大家应该就能理解到了 动力上来说对于这台车应该有了很大的提升 非常的澎湃 那有了电机的驾车之后呢 整台车可以说是开起来非常的轻盈 尤其是起步阶段 毕竟可以靠电机来进行驱动 非常的丝滑 同时呢在拥堵路况下也可以很好的节省油耗 避免发动机启动 那发动机只要它不动 整体的振动性也会控制的很好 再加上隔音的加持 整台车可以说是把舒适提升到了又一个层次上 同时呢 这台车它有了电池之后呢 可以支持138公里的纯电动续航里程 那综合续航里程可以达到1370公里 那对于跑高速也好 还是说城区代步也好 就非常的安逸了 对吧 能省油 能舒适 还能有很好的静力性 这台MPV车型可以说是把我们最想要的东西它都放到了上面 不过呢整台车关于驾驶模式方面的条件呢 比较少也就只有一口可以去选择 同时呢你也可以去选择它的驱动形式 比如说是靠纯电优先或者说是智能电混的方式来进行驱动车辆 那这个都是通过左侧这个按钮来进行调节的也非常的便利 那整台车呢有了电池的加持之后呢 它的加速性能也会有个很好的提升 那官方给出的零摆加速时间是7.8秒 那对于这么大体格来说呢表现已经非常不错了 但是呢它的加速却非常的平缓啊 并不会说是一脚油门下去之后呢 回来给你带来很大的眩晕感 那这样呢体感表现呢 对于车内的成员来说就是非常好的感受了 同时呢这台车它是依旧可以支持E-Cruise L2级别的驾驶辅助功能 包括辅助泊车呀自适应巡航啊 主动跟车主动刹车它都是可以支持的 这样你在跑高速的时候也可以解放你的双手双脚 能会带来非常惬意的这种驾驶感受 OK那么我们今天的体验就是这么多 我们做一个小小的总结吧 那在如今这个青年元的市场中 混动MPV这个细分市场又成了美加必争的一个重要的领域 那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呢别克GL8推出了插混版车型也是为了能够分一杯羹 那有了混动的加持有了电池的加持它的综合续航里程达到了1370公里 那在送老板千里集行谈生意的时候也就不会频繁的去加油站 同时呢有了混动的加持之后呢 对于整台车的燃油经济性表现也有很大的提升 那对于日后日常用车的保养来说也会有一个很好的提升 所以有了混动的加持之后这台车的推出之后呢 对于咱们大家去选择MPV的时候 又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选择那就是GL8车型 所以如果你在选择MPV的时候不知道该选哪一款的时候 那么闭眼直接入手GL8这个肯定没有问题